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叫了一声 我吓了一大气 接下来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戏剧化的故事呢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救赎 大家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维锦教授 李老师 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内容 涉及到的一个是入室抢劫 但是这个很蹊跷 首先涮的金额不多 一百块钱 其次 被抢劫的这位女士 没有报案 但是时隔半年之后 涉案的这个小伙子 居然主动到公安机关去 投案自首 那么到底在这中间的一段时间里 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记者调查 2009年3月23日 江苏省江一市公安局 南外派出所的民警 在进行日常巡逻的时候 突然一个小伙子挡在了巡逻车的前面 我们把车停下来以后 就问他干什么 他说他要自首 在派出所里 小伙子贾某向民警交代 半年前 他曾在当地入室抢劫过一位中名妇女 我这时候我身上没钱 来了他一百块钱 贾某称 他在入室盗窃的时候 被回家的女主人撞了个正着 他当时控制住了女主人 离开的时候 还带走了偷得的那一百块钱 接近的民警 马上找来了当年的报案记录 没查到这个记录 如果贾某所说的是事实 那么为何当时房主没有立即报案呢 此时民警对眼前的贾某产生了怀疑 找到这个老太婆 问她这个 有没有这回事 来反映一下 确实有这么回事 李女士指认 半年前正是这个贾某 对她实施了抢劫 虽然六个月过去了 她怎么都无法忘记 贾某闯入家中的那个傍晚 我呢刚才到外面去 是回来 到了奥奥以后呢 在回东西的时候 看见有一个人影在一旋 当时呢 我就心里有点紧张 李女士平时靠着走街串巷 卖食品维生 儿子也在外地打工 家里常年就她一个人居住 而她所居住的是 独门独院的老宅子 因为周围的房子都拆迁了 她没有街坊四邻 瞬间闪过的人影 让李女士心里七上八下的 她马上打开了灯 后来就冒出一个男的 拿了一把水果刀 李女士回应说 当时虽然她的心里很害怕 但是当她发现贾某拿水果刀的手 一直在颤抖时 她断定贾某很有可能是出饭 贾某安徽六安人 常年在江苏打工 案发时她年仅十九岁 只有初中一年级的文化 就在案发前 她刚刚遭遇了劫匪的洗劫 而几分钟之后 她自己就干起了入室盗窃的勾当 我身上没有钱 那天我也没吃饭 贾某说 案发前她刚被老板辞退了 带着仅有的五百块钱积蓄 去江音找工作的途中 被小偷偷了 身无分文的自己 找不到一个可以救助的人 眼看着天色暗了下来 她刚好就溜达到了市中心的这片拆迁区 大片空地中间的一栋两层小楼 引起了她的注意 你看那个房子全部玻璃 什么都烂的 我当时还门都破了 我走进去了 不是窍窝进去的 不是 门也没锁 也没锁 贾某称 他进去之后看到一楼杂乱不堪 所有的东西上面都落满了灰尘 这样的景象让他认定 这间房屋肯定是没人住的 于是他就放心的走上了二楼 看着好像有人住的 当他看有人住了 我就感觉就害怕了 当时心里人就冒了个想法 能搞个一百块钱 我能回家就好了 从江英回六安老家 正好需要七十块钱的车费 贾某看到面前的电视柜里面 零零散散搁着一些五到十块钱的零钱 这让他既惊喜又害怕 七八年时间 我一直在外面打工 也没有 也没有犯过法 当时就为这个 我真的犹豫 就在贾某进行思想上斗争的时候 突然他听到了开门的声音 房主李女士此时回到了家 就是紧张嘛 当时我连衣服都看湿了嘛 贾某回应说 当李女士一开灯时 情急之下 她拿出了自己常年挂在钥匙扣上面的折叠水果刀 于是便发生了节目开始时所说的 李女士和她对峙的那一幕 当李女士洞察了贾某的紧张之后 自己反倒冷静了下来 李女士坚信 只要自己不反抗 配合着来 那么很有可能就不会受到伤害 然后把我的伤手 我的脚就彷徨起来 叫我不要动 当时我心里特别害怕 但是我就很正经地对 我的小男孩说 你这样就是违法的 我当时就在站着 站立后 我不知道是跑好还是不跑好 李女士看出了贾某的犹豫 于是她便开始跟贾某慢慢地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那当时我就对她说 我是一个人 是离婚家庭 自己房子也在被拆迁 儿子也在外面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 我说我真的没钱 李女士回应说 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讲了多久 但是她能够感觉到 自己身边的这个小伙子贾某 由最开始的躁动变得安静了下来 于是她尝试着 继续用平缓的声音 讲一些通俗的道理 我一直是在劝她 年轻人不要这样 我一直违法的事 那男孩呢 听到我这样家庭的平寒 她就当时也打扰了她对我的一种 就是警笨 那个小男孩呢 就主动地叫了一声我阿姨 我们就给她生天了 她当时是哪句话 让你决定她做不出来的 她讲的话呢 应该讲到她为了阿姨 守房子应该是 贾某说 在自己两岁的时候 父母离异了 自己判给了父亲 从此之后 她就再也没有享受过母爱 没有机会叫一声妈妈 而现在看到房主李女士 那么坚强地生活着 而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了自己外出打工的儿子时 她一下子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而李女士的话语 让贾某也渐渐地放松了下来 但是后来我就还是主动地给她说 你肚子饿了没有啊 从关爱的角度去关爱她 然后说孩子说很饿了 一天没吃东西了 那我就给她去 整个了晚饭 她说 那个她吃点 然后我就吃了 把一些晚饭吃了 吃饭的时候 他们谁也都不知道是几点 虽然外表上看上去 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了敌意 但是彼此的心里还是很紧张 出去眼神 反而是不害怕 真的是不可能 但是在和刚巧的对峙的紧张当中的心情 开始足够有点放满了一下 当时我有害怕她 她伤害我 当然有害怕出去 比如说警察找到了 我都说不清楚 我去休息一会以后 这个小男孩自己上床 也去休息了一会 一张双人床 李女士靠在床的左边 贾某靠在床的右边 那天晚上两个人都没有睡着 他们都在等待着第一抹晨曦的到来 早上五点 天蒙蒙亮了 贾某起床准备离开 当时也想了 我说你不要报警 给我吃机会 不过她后来的确没报警 她走的时候 您为什么没有向公安警官报案呢 当时我也有顾虑啊 一开始我就想了 我成为那个小男孩 叫我不要报警了呀 还有另外一个 她因为知道我的名字 知道我的住址的话 我也还有点怕 事发的第二天 李女士只跟自己远在外地打工的儿子 打了一个电话 跟她描述了一下自己那天晚上的经历 对于是否应该去报案这个问题 儿子跟她的想法是一致的 记者也找到了李女士的儿子 毕竟你还想要给人家自己会 虽然李女士一家选择了宽恕 但是那一晚上发生的事情 给她的心灵带来的创伤却是巨大的 虽然说这个事情后来她人是安全 但是她那一段时间一直精神蛮恍惚的 但是我爸和我一起住 然后我没办法 我只能让我爸回去和我妈一起住 现在一直陪在她身边 贾某告诉我们 离开了李女士的家 她用李女士的一百块钱顺利的回到了家 而且也找到了一份让她满意的工作 按理说 事情发展到这儿也应该结束了 可是时隔半年之后 贾某却选择了投案自首 这半年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其实可以说那半年我就没过好 第一个这个事情我后悔 第二个我看到警察嘛 我有点紧张 贾某称 虽然这件事她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 但是自己一直无法减轻自己的罪责 她觉得自己是个有暗在身的人 她无法听到警笛声的响起 哪怕是电视里的 也会让她感到紧张 她看到警察也害怕 她只能通过不断的工作 来让自己去忘掉这件事情 我把事情解决一下 以后也不要出来担惊说话了 已经没有心情在工作了 有点失眠 贾某说 那段时间她无法正常的跟工友说话 这种心灵的折磨 让她寝食难安 夜不能寐 经过慎重考虑 她把工作给辞了 几天之后 她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要通过主动投案自首 来寻求心灵的救赎 就这样 她独自回到了江英 也就发生了节目一开始出现的那一幕 林老师这一幕是很戏剧的 就是说迟早抢劫的男子居然和被威胁的家里面的女主人 共进晚餐 对于这两个人来说 这个心理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我觉得这个案件 它有两个因素碰巧碰到一起了 一方面 这个作案的人并不是一个特别坏的人 主观恶意程度并不深 另外一方面 就是这个被害人 就是说他在遇到这个小伙子进门了以后 今天抢劫 他采取的一些方式方法还是很对的 第一 他友好的去对待这个抢劫者 第二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几次想说服这抢劫者 停止他的犯罪行为 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说服呢 那么过去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案件 就是诉说自己的不幸 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叫心理共鸣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很容易就是产生一种什么呢 他由一个犯罪人到最后变成同情这个被害人 然后甚至还帮助他 当然这个被害的这个女士 他给我们的这个启示 就是他的当时做法做得非常好 那么也让我们知道 在我们遇到一些就面对面的 遇到一个犯罪人 他明显要摆出他对你的侵犯的时候 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第一 你的恐惧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第二 你拼命的喊叫 可能会导致他的紧张 他们做出一些过度反应 那么最好的方法呢 就试图用一些比较稳定的 然后轻松的 那么言语去跟他沟通 说你不要这样 你有话好好说 贾母 他已经到公安机关自首了 那么等待他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制裁呢 来看一下记者的后续到场 因为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过程 阐述的极其吻合 2009年6月 江音市公安局把此案移交到了 当地的检查机关 很快江音市人民检察院 以入室抢劫罪起诉到了法院 考虑到这起案件的特殊性 江音市人民法院何以停 经过多次研讨 最终法院对本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根据法律规定的这个陆户抢劫呢 应该判十年以上有基督刑 我们看到被告人有一个标准的自首进阶 这个数额较小 而且也没有对人造成伤害 最后对于这个被告人判处有基督刑 一审判决后 贾某认罪扶判 李女士也认为四年的量刑是合理的 但李女士的儿子却提出 对贾某的处罚应该更轻些 此事已经媒体披露后 在当地引起了市民的关注 一部分群众认为 四年的量刑 对于一个主动自首的孩子来说过于严厉 这样并不利于对他的教育 我要一百块钱判四年 而且人家是自己过来自首的 好像是太多了 一般想想一年都很多了 我感觉四年好像重一点了 最后解清一败 但是另一部分群众则表示 贾某虽然事后认错态度值得认同 但是那天晚上 入室持刀抢劫一事 应该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罚 因为他毕竟犯了一个法律 十年也是不长的 用路都出来了 心思变了了 对于四年的刑期 贾某表示 虽然当年自己不懂法 投案之前并不知道法律应当如何裁定 但是他认为 用四年来救赎自己平静的生活 值得 算了 我也算清清白白的 也没什么 没什么心理负担 再让我以后 也可以光明真大的 就是说 哎呀 这个案子真是有争议啊 尤其是判决的结果 一百块钱 而且双方还挺平和的 听到这样的判决结果 您是觉得是不是偏重 这个听到判决结果 确实觉得有点意外 那么但是呢 我理解法官的他们的想法 就是第一呢 这个案件呢 确实如果从他的行为过程来看 其中有一部分行为构成 入室强制 因为按照我们刑法 二百六十九条当中 有一个说明 就是说以下情节是要加重处罚的 其中第一条就是入室 所以我认为这个法官 他这个考虑是有法律根据的 有一个著名的刑事法学家 叫德斯特 他曾经说过 最好的刑事政策 也是社会政策 那么这个社会政策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刑罚的目的 刑罚的目的呢 第一是给被害人一个公平 也就是说 当他侵害了被害人的时候 那么社会是要替被害人 找回这个公平的 现在我们的刑事法律 入室抢劫 基本上亮情点 就是在十年以上 对对对 尤其是投案自首 这在我们国家属于 属于一定要减轻 对对 处罚的情节 这是第一点 所以呢 这个案件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标准的 我们刑法那个意义上的 入室抢劫 因为首先 他走进这个楼门的时候 他并没有想是要入室去抢劫 而走进楼门 对临时起义 临时起义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最重要的是 第一他没有对被害人 真的造成伤害 第二他在后来 他已经开始 基本自我停止了 他的那种危害的 进一步的危害行为 事隔半年 这期间他没有再做过 第二次案件 对 那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通过时间来证明 他没有再犯的倾向性 对 他又主动来自首 所以 我如果是法官的话 我会考虑这些情节 然后再给他重新 当然 我们一定要说到 这个事情的起因上 走投无路了 身上的钱被偷光了 然后才出现了临时起义 我相信在社会生活当中 这种临时的意外事件 导致的走投无路挺多的 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呢 他可能会引发他的心理上的焦虑 甚至一些矛盾 然后导致他的一些危害性的 或者对社会有伤害的行为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尽管处理的是当事人 但事实上呢 我们也要反省 社会本身在这个 我们这个机制方面 社会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帮助 所以现在我们在很多地方 都建立了一些 这个社会救助机制 有些社会 真遇到困难了 可以去社会救助站 解一时之困 对 如果你要说 我到这个地方很陌生 我找不到这个社会救助站 怎么办 你也可以到当地的派出所 去求助 我建议我们还要完善 这样的一个救助的 一个方式 让人知道自己有难的时候 去如果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帮助 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没错 我们记者在监狱采访的时候 从监狱得到的信息 就是贾某 他在监狱表现非常好 在监狱服刑才半年的时间 已经减刑了将近一年 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叫 浪子回头金不换 您说到的浪子回头金不换 我们希望在小贾的身上 能够变成现实 我们愿意看到 有一天在他完成了 内心的自我救赎之后 重新的回到社会上 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白星利朗才是非常讨论 明天同一时间 接着说法 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 四二一三四八 明天第一时间 在看看 режим� ciclor 局温暖